漲電價就漲太陽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定集診室 我是Cindy 節目開始前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能關注更多即時的財經訊息喔 收穫於經濟部祭出的調漲電肥的消息 使太陽能類股在近期成為盤面的反彈要角 究竟外來的盤是怎麼看? 我們請教華信投顧的邱鼎泰老師 大家好,我是邱鼎泰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就是太陽能 太陽能的基本要件就是 一般的用電需求大增 夏天到了 我們先講太陽能之前 先跟大家安個心 你一定注意到我們最近的台北股市 真的是很弱 其實我們弱是有道理的 因為我這樣講 像如果我們以美國股市來做標準的話 美國所有的指數都掉到熊市了 熊市就是跌20% 台北股市從高低點到今天的低點 也不過18% 所以對我們來講 沙融資跟這個補碟效應 當然市場上傳出做假除息 以後有空再跟大家解釋 不相信的話 我們用這個有圖有真相看一下 你看 稻窮跌的時候 但是你注意到稻窮最近是慢慢的 有點小反彈 昨天那個聯準會主席Bauer 講了半天 我都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我都不知道他自己搞不好也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因為那個內容混沌未明 但是大家市場上整個擔心叫做衰退 市場上經濟會不會衰退 我跟大家講 有史以來經濟衰退都不是黑天鵝 因為你明明知道他會衰退 但是經濟一定會衰退 因為聯準會這幾年用了不當的手法 一直印鈔票一直印鈔票 B值貶值了 東西就變貴了 再讓油價上漲 通膨當然就來了 那你要用升息來壓這個 用貨幣政策來壓這個 用升息的方法 可是你升息的話 你會導致那個 譬如說該用的東西都會壓力驟減 那變成說就有經濟衰退的疑慮 所以這個就是 兩害相權你要取其輕 怎麼取而已 但是我再強調 有史以來經濟衰退 通膨導致的經濟衰退 都不叫黑天鵝 因為你知道他會發生 那為什麼這樣講 美國股市也沒有出現明顯大跌 台北股市其實沒有大波及這樣跌什麼 我剛才講過了 補跌效應 納斯達克也沒有說破低了 台北股市居然去破低 所以台北股市有點莫名其妙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好 非人半導體 非人半導體從高檔跌下來跌37% 台積電有跌兩成嗎 沒有 所以最該死的 就基本難聽一點 最該死的是台積電 不是你手上的股票 因為你沒有台積電 好 那貨幣政策失去效應 那拜登說實話 這個黨也是 他們這個叫民主黨也是很奇怪 拜登要推出的這個所謂的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鮑爾那個聯準會主席 叫做貨幣政策 那你要推財政政策 要地方建設 要像中國這樣汽車下鄉 有沒有 是不是這麼說 汽車下鄉 錢要拿出來 用在財政方面的 這樣這兩個是有差別的 所以全世界現在幾乎有超過八成以上的外資 都看好這個市場叫做上陣指數 今天尾盤又急拉了 這是我們盤中印的 尾盤又急拉了 今天 還記得嗎 跟大家講 上陣指 中國股市的領先指標叫什麼 證券股 今天證券股急拉尾盤 這兩天我共在跟大家提一下 所有全世界的行家都在講中國股市 好 中國股市昨天習主席 風風光光的一場演講 然後就跟大家講說 好汽車下將這個再加碼演出 我印這個的時候它漲2.3% 我來這邊錄影的時候 你知道它漲多少 漲得快6% 所以你要注意 相關的股票台北股是相當有機會的 好 我剛才講太陽能最近要漲電價 經濟部已經敲定了 漲多少 所以太陽能 那個歐洲的電價 歐洲歐洲的電價 一個禮拜漲個68% 因為它們民營 所以台電虧死人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覺得像茂迪 這個 昨天一度還亮天漲停 我認為這個快要漲了 你看底部都打出來了 援金也是 援金目前是我們國內 就是說那個產太陽能量最大的 它也有所謂低軌道衛星 所以這張股票未來是標的 你看這個圖表我問你 你好好的跟它買的話 你不用怕它跌了 好 聯合再生 你看是屬於橫向整理的 我們再看一下 援金的空間最大 援金產太陽能最多 好 安吉是比較屬於業內喜歡做的 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但是你想的這個風力發電也是赤手可熱 而且他們都整理過了都跌過了 所以這個股票你一定要留意 上尾投控是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最近也開始投標了 廠商都來投標了 還有一檔就是叫綠電 這張股票大家真的要注意 因為台積電 這一次一定在工業大戶裡面 它用的最多 所以它一定會 它一定要調高它的電價 所以台積電早就跟這一家叫綠電的合作了 它都是用它的電 綠電幾乎它全包了 綠電的產能 你聽這個綠電就知道 它都用廢棄物做成的電 這一家公司的話 事實上算起來是大幅的一個成長 倍數的成長 你不用擔心它的產能 因為台積電全包了 所以這股票 你看圖形就知道了 它這個圖形剛好在要發動的階段 都還要動 剛才講車用零組件 車用零組件今天耿頂也動了 耿頂是指標 但跟你的技術面不怎麼樣 基本面不怎麼樣 提位系基本面不錯 這檔股票也拉回了 另外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也許在我上次跟大家講過 像地保等等之類的這些股票 你都可以考量 注意我跟大家講的 漲的電價就必漲太陽能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謝謝老師詳細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消息 記得一定要鎖定老師的LINE 跟Tilogram 那財經急診室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 就是你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